周一開始 世衛組織專家從荷蘭、日本、澳大利亞等地啟程 前往中國調查中共病毒起源 週四抵達武漢 世衛專家預計在中國待到2月初或2月中旬 英國《每日郵報》1月9號報導 中共國家資源科學基金委員會 刪除了300多篇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文章 大多涉及病毒傳播路徑 包括病毒從動物傳播到人類等 而提到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研究的文章也全部被刪除 石正麗曾被外界質疑外泄病毒 英國保守黨前黨魁國會議員伊恩史密斯 週日發推文表示 中共刪除武漢病毒研究所關鍵文章 是對疫情的新一輪掩蓋 悉尼科技大學教授馮崇義 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中共把病毒爆發證據處理乾淨後 才讓國際調查團進入中國調查 上週 中國批准是為進入中國調查疫情 但至少兩名專家出發後 因為沒有獲得北京批准而無法入境 去年疫情爆發後 中共當局一直拒絕國際社會 要求對病毒來源獨立調查的呼聲 並推動大宣傳 宣傳病毒不來源於中國 新唐人記者 畢心慈 瑞麗 綜合報導 bhip.com